大家好 我是德国桃源琴瑟的子云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古琴综艺 古琴综艺是由当代古琴大师李祥廷先生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整理 并综合毕生实践所著的一部 即古琴音乐、艺术及人文历史的红篇巨著 古琴综艺是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15规划课题的成果 李祥廷先生在书中追溯了古琴产生、发展和文化演变的历史全过程 从山州、春区战国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证述了各个朝代古琴艺术的状况、社会文化作用和地位 重点阐述了历代的重要情人和典籍 特别注重研究 特别注重研究了古代名曲的表现方法和演奏技巧 许多见解 发前人之所未发 又对现代情谈六家进行了深入的综述 详尽分析了他们的艺术特点和贡献 分专题表述了对古琴艺术特质、演奏方法、极性演奏及至情、选情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古琴琴艺、分、续言、全十章、后续三小集 琴曲、诗、三十首和附录 从商周到现代贯穿古经 浩瀚如海洋 又尽水胜利 续言 论述古琴悠久的历史 第一章 追溯古琴产生的时代 第二至第七章 《论述古琴的发展和文化演变》 在第九章《古琴艺术特质》中 李祥廷先生写道 我国古琴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最为尊贵的地位 作为音乐艺术 它既有很强的文学性、历史性、哲理性 是现成最古老的、活着的、成熟的音乐文化 影响极为广阔而深刻 针对音乐专著《秦超》的真意 李祥廷先生在《古琴综艺》中有独到的见解 我住了苏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于《秦超》的传者 历史上的三种不同的记载 所引起的疑问 李祥廷先生认为 这三种不同记载的人物 他们的时代相近 不管哪个人是他的传记者 都不降低此书的历史价值 然而很久以来 这个《转折》问题 似乎被看成《秦超》的真伪问题了 使得许多学者对此书持回避态度 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战的损失 古琴综艺 引你看到大海 引你进入进水深流